在芒果众多的综艺节目里 P歌系列节目是把音乐和真人秀结合得几乎完美的一档节目 芒果自身平台加上成熟的制作团队 既有浪姐做参考 又有30家的男艺人带动话题热度 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全都具备 节目开播及巅峰 来到第三季的P歌依旧是焦点中的焦点 32位哥哥一路披荆斩棘 用舞台实力和个性魅力赢得尊重和认可 也打脸了一众唱衰者 两个多月的陪伴后 P歌三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第三代全能唱演家族诞生 17位成团的哥哥分别是陈楚生 林志颖 胡彦斌 王耀庆 王月新 陆毅 张远 张栋梁 博远 蔡国庆 董宝石 李久哲 苏建信 寿子 马伯谦 罗杰夫 马小龙 于昊明 阿璞 唐宇哲 但可 关志斌 魏哲明 何展成7人带着遗憾出局 距离成团位只有一不知遥 纵观17人的成团名单 有人欢喜 有人忧 陈楚生阵营风光无限 6位成员全都成团 这也打破了前两季节目成团席位分猪肉的模式 马小龙成为幸运 搭上成团的末班车 而于昊明则成了最大的一难评 最终卡在了第18名 随着总决赛的落幕 众人关注的24位哥哥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新鲜出炉 4位哥哥名利双收成为赢家 个人实力也得到了认可 5位哥哥才华被埋没 最后都成了陪跑者 有人甚至无效参赛 5位哥哥得不偿失 不管成团与否 节目中的表现引发争议 整个旅程充满了荆棘 4人成团成赢家 众所周知 批哥三成团及解散 今年甚至没有相关的团宗消息 对于24位进入总决赛的哥哥而言 是否拿到成团位不重要 重要是这档节目带给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进行拆家 好的好的 人气和口碑都有了质的提升 芒果后续也会有相应的资源倾斜 陈楚生拿下最终的总冠军和X Leader 这不仅是明星所向 也是和芒果的一次和解 本季一众出圈的舞台都绕不过陈楚生这个名字 四公组队真人秀环节 正是有了陈楚生的抉择 才盘活了节目的话题和热度 陈楚生总决赛依旧发挥经验 枪敬酒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 带队拿下总成绩第一名 全员顺利成团 总决赛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一 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人羡慕 王月欣在批歌三中像一个谜弟一样 追随大哥陈楚生 两人相互成全 有争吵也有兄弟情 王月欣要为陈楚生赢下一场 而陈楚生也让王月欣在武功发光发亮 唱功和演技被认可 拿下个人喜爱度第一名 王月欣跟对了人 非但没有遮挡自己的光芒 反而赢得了口碑和认可 总决赛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五 除了四大队长外 他无疑也是最大的赢家 蔡国庆和陆毅 批歌三里两位年龄比较大的哥哥 却很好地诠释了节目的精神内涵 他们看得很通透 懂事故而不事故 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与其他的哥哥打成一片 他们的舞台实力终究隐藏不住 最后都高位成团 完成华丽的转身 五人才华被埋没 对于哥哥们而言 努力展示自己的实力很重要 但是否能够获得展示的机会 往往跟自己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关系 纵贯批歌三晋级的24位哥哥 博远 关志斌 弹壳 瘦子 和展成五位哥哥的选择 就出现了偏颇 这也让他们在节目中 没有足够发挥的空间 一身才华最终被埋没 博远 关志斌 从二宫开始就选择追随队长胡彦斌 最后一个顺利成团 一个遗憾陪跑 从整个比赛走向来看 两人在节目中的存在感都不是很高 就像班级中的中等生 优缺点都不是很明显 往往难以被人记住 博远专业男团出身 唱跳实力比较突出 但遗憾的是 在胡彦斌阵营 他没有冲出来 唱跳反而不如陆毅 卫裙突出 关志斌颜值和实力能打 但同样没有找到突破口 最遗憾的是 两人在武功这么重要的舞台 直接当上了伴舞 现代舞直接坑了两个人 最该表现自己的时候 反而被隐藏起来了 《弹壳和寿子》是节目中难得的两位实力rapper 但是对比董宝石 两人完全没有发挥出实力 最后完全是陪衬 他们从分组选人那一刻就注定要当绿叶 一心一意辅助队长罗杰夫 最后团队被拆散 两人的才华也生生被埋没了 舞者何展成的实力无庸置疑 仅仅仅10秒钟的舞蹈 solo就足以打动观众 但他在P格3里缺少的是表现自己的机会 全程充当绿叶 对比同阵营的舞者马晓龙 何展成几乎就是无效参赛 分组环节 做出错误的决定 直接改变了自己的局势 舞人得不偿失 P格这样的群像类真人秀 节目组往往事先写好了剧本 故事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每一位哥哥的镜头量和人物走向也不同 芒果的力捧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利用好了会事半功倍 利用不好往往低入深渊 王耀庆 张远 马伯谦 苏建信 唐宇哲五位哥哥 显然没有接得住芒果的剧本 在节目中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路人员都有了不小的损失 王耀庆从P格三处舞台出场的那一刻 就风光无限 早早锁定队长位置 公演舞台团队成绩优秀 个人喜爱度也居高不下 但四公分组结盟环节成了分水岭 王耀庆高高在上的姿态 激怒了陈楚生和一众观众 芒果的剧本被改写 王耀庆的风评出现反转 加上对李久哲的荣誉照片进行涂鸦 人设也直接崩了 王耀庆没参加节目之前 人设和综艺感很讨喜 参加节目过后 差评不断 张远一门心思想要突出自己 两次拒绝陈楚生 他找到了王耀庆这棵大树 在新的团队中也确实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但有了一些人气后 张远明显开始飘了 对0713男团的一些迷幻行为引发争议 导致团粉丝的不可开交 张远最后人气排名第七 还不如留在陈楚生身边的王岳新排名高 估计他也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马博谦在P哥三节目前期的剧本过于张扬 年轻的他一度失去了方向 一次公演舞台连上三个舞台 最后成了重视之地 一波又一波的骂声中 芒国也选择抛弃马博谦 镜头和故事线也没了 虽然马博谦最后拿下成团位 但路人员恐怕很难挽回了 苏建信第二次来参赛 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嘴上说要突破自己 实际上雷声大于点小 公演舞台重归重举 真人秀环节也如同隐形人 一个摔杯子的动作惹来麻烦 最后成团也被吐槽是混子 这一次参加节目等于无效参赛 还直接把上一季积累的路人员败光了 唐宇哲在P哥三全程表现 同样缺少高光时刻 本以为顺利完成比赛就是万事大吉 没想到总决赛搞得一地鸡毛 在一众哥哥的起哄下完成求婚 虽然公关小作文写得不错 但依旧免不了被骂 粉丝开始给喜欢的哥哥应援 虽然网上已经传出最终的成团名单 但依旧抵挡不住网友们 想看总决赛的热情 看到网传的成团名单后 很多网友都忍不住问 为什么陈楚生能获得冠军 其实如果没有陈楚生的神来之笔 本季节目将遇到瓶颈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披荆斩棘和乘风破浪 是芒果台的王牌综艺 每当乘风破浪 即将迎来总决赛时 网上就会传出披荆斩棘的录制名单 这两档综艺节目 都自带关注度和热度 但随着节目播出 很多网友都表示 本季节目没有上一季好看 披荆斩棘第三季 共邀请32类哥哥参与录制 每轮舞台公演结束后 都会淘汰部分哥哥 看到徐良被淘汰后 观众们都认为 节目组将黑马选手淘汰了 因为出舞台结束 徐良的热度快速上升 但当时第二轮舞台公演 已经录制完成 最终的结果已成定局 当徐良被淘汰 我们可以发现 本季节目更新后 确实没有前两季节目关注度高 甚至只有几个话题会登上热搜 但讨论度都不够高 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们再次表示 本季节目不好看 没有足够的亮点 去吸引新的观众 可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第四轮舞台公演 却迎来转机 根据节目规则 哥哥们要进行部落结盟战 他们要自行组队 确定合作的部落 王月欣非常希望自己的部落 可以和王耀庆部落合作 所以他直接表达 自己想要合作的意愿 而王耀庆也主动走过来 当观众以为 他们两个部落将强强联合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始终没有确定要合作 所以陈楚生主动出击 去找罗杰夫部落结盟 王月欣发现自己只是去卫生间 回来后 却发现结盟的对象变了 当即情绪出现问题 随后陈楚生和王月欣 也发生争吵 紧接着 王月欣去了趟厕所天都变了话题登上热搜 引起网友讨论 但不得不说 本期节目播出后 收视率和热度都创新高 直接吸引大批网友 开始关注本季节目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对方和某台综艺团队开项目会的时候 突然聊到本季披荆斩棘 现场鸟变吃瓜大会 大部分人都认为 披荆斩棘系列已经做到瓶颈期 甚至会走下坡路 但部落结盟 却变成关键的破局点 当时制作人表示 陈楚生说出那句 没有人可以这样看过的部落 简直就是神来之彼 这样的情况出现后 导演完全可以出去跑远 因为这档节目有救了 从节目播出的效果上看 第三季确实获得更高的关注度 如同选秀综艺中遇到杨超越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都会笑醒 完全不用担心热度和关注度 本季披荆斩棘刚开播的时候 大部分观众都认为 本季的冠军一定是林志颖 但节目却被陈楚生给盘活了 最感人的CP线是陈楚生扛的 最大的冲突陈楚生主要参与了 最大的波澜起伏还是围绕陈楚生的 最出圈的舞台是陈楚生部落的 也就是说 这档节目播出后 大部分关注度和热度都围绕陈楚生 如果陈楚生没有参与录制这档综艺节目 相信本季节目真的会出现瓶颈 所以陈楚生获得冠军 真的没有任何悬念 是陈楚生获得冠军 所以陈楚生获得冠军 是陈楚生获得冠军